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记得第一次用相机捕捉台北景色的感动吗 今年适逢台北建成140年 在这座瞬息万变的城市 从早上到傍晚都有无数的光彩绽放 像是松山区的基隆河美景 夜景光雕彩虹球 拥有各式美味小吃的饶和夜市 都是精彩的台北艺语 穿梭日月更迭 邀请市民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你的松山影响 一趟新的旅程 一座城市的温柔序 我的松山出世之旅 从松山车站起航 车站是一座城市的缩影 不断承载人们的离愁与重逢喜悦 也是连接情感的记忆一站 车站的外头 我租了一辆U-bike 想踩着脚踏车 去探索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感受松山的真实脉动 快节奏的生活步调 让我们逐渐忘却了城市中的美好 现在放慢步伐 跟我一起回忆一趟关于松山的城市记忆 松山机场位于繁华的都市当中 曾是台湾航空交通的重要枢纽 让我们与国际接轨 也象征着台北的进步与现代化 走出松山机场 即是台北小巨蛋的灿烂光景 和城市舞台所带来的艺术气息 松山车站 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与城市的变迁 拥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站前的街道车水马龙 站内的行人赶往着下一个目的地 再次从箱部长来熘 放水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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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松山这个主题对我来讲 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我从小就是读民生国小长大 然后住在松山这边 然后有这个比赛 所以我就想说 来帮松山呈现松山漂亮的地方 美丽的地方这样子 那在拍摄的作品当中 有什么地点是你有特别去选的吗 我觉得可以提一个就是劳河街啦 因为其实劳河街 从小到大我也是常来的地方 不然我后来离开这里 还是常来这边逛街 然后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说 什么劳河街什么没落啦 什么太贵了 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拍摄只有一天嘛 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那个人是多到爆炸 所以其实劳河街根本没有没落 对 而且现在的停车规划 跟交通规划非常好 像我们以前都要骑车来嘛 那现在然后停在旁边 可能都是围停 那现在的话就是停车场盖的非常多 然后捷运也非常方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整个松山本来的四百年前的发展 从明末年间的发展就是以基隆河 以以前的所谓的平骨族的三个社 到后来汉人进来 后来变成是陆海空 陆海空就是水印陆印 到清末年间有铁道 到日治年间有飞机 所以说现在有捷运 那三点共沟都有 所以说松山是一个可以探讨 而且有一点很重要是说 以前在台北市 松山是台北市东区 一个最繁荣的一个港街 好 好的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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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有一种感觉像一股田流从头流到脚尖 简单心里原来我的心意决定要放松一天 繁忙的工作全部都放一脸 说走就走松山区I'm coming home 回到松山区这里是我的hometown 看到明城大桥变弯曲是社区进步的公告 成长回忆涌上心头我进入心流 我看着天上的班级全都是最熟悉的风貌 从草土四搜到复兴街 咖啡和绿书 搜犬公園打球不停歇 永远会激 想去图书馆或吃美食就自然走到圆环 这条路走的几百遍我永远不会嫌烦 我感谢出生在松山出生在这庞大浩瀚的宇宙中 因为我本身就是松山区出生的小孩 然后我也在松山区长大 然后松山区有很多我的美好的回忆 然后我刚好看到这个光团局举办的这个比赛 然后我就会想说 把我自己对于松山区的一些感情把它放到作品里面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就做过嘻哈音乐的创作 然后嘻哈音乐在嘻哈精神里面 它还蛮强 蛮喜欢去强调自己的出生的 就是我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Hometown 然后我会想要把这种精神把它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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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寺 石油公还有就是 基隆河的左岸 是我常常活动的一个范围 然后那个这一次的活动 是经过 松山社大的那个老师 还有学员的一些介绍 那我想说 既然我在这个 松山这边 招挑这么多年 那我想说 我应该有一些心得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说 这一次的影片 可以透过这个 第三公用频道 可以把它再散播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 就是松山的美 我觉得我们传播 这个学界常讲一个 就是media access 媒体进用权 那其实现在真的是 落实媒体进用权 最好的这个一个年代 因为呢 你只要拿起手机 你就可以随时的拍摄 记录你生活当中的一些 这个非常棒的 这些浮光掠影 让你的这个很美好的记忆呢 停格在你的这个画面当中 所以我觉得 哇现在我们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大家真的可以透过 身旁最简单的 这个影像设备 去落实媒体进用权 我们今天要去什么地方吗 走一下 没错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场 松山文创亲子之旅 OK Let's go 松山慈祐宫 为而所溢于松山车站旁 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祖似天壮圣 香火鼎盛 彼佑众生 参拜相克 络绎不绝 乃此祈求平安吉祥 你保佑我们全家人 渐渐地高 妈妈这次怎么会想要 跟女儿一起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其实在她成长过程中 我们都很喜欢带她出去玩 然后帮她拍一些 她就是出去玩 大家一起 一家人的一些影片 然后刚好有这次机会 因为知道之前松山 好像有办一些水舞的活动 就想说带她过来一起玩 然后顺便拍一些影片 做纪念这样子 我觉得彩虹桥很美 然后我们是从 大概从黄昏的时候 待到晚上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一整个 那个光影的变化 然后从太阳这样子 西下 然后水舞的灯亮起来 然后我觉得那画面 真的是很震撼 那妹妹 这次拍摄的地点里面 有没有哪个地方 是你最喜欢的 可以跟我说吗 有两个 有两个 哪两个 可以看水舞 可以在陈梅之前 吹泡泡 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是台湾第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花卉博览会 为了展现台北市各区的特色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专属的代表花卉 曲花是每个行政区域的名片 更是形象的个性标志 不仅能代表这个区域的能温景观 文化底蕴 与在地精神 更有助于增强居民对该区的认同和归属感 一直以来 松山内域历史养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不张扬不喧哗 在繁华与宁静之间找到了品牌 又像浮沙 他的美丽体现在其自然美感 从不与人争强 大家看到来参与的民众 不论年龄不分性别 每个人透过镜头用自己的视角 诉说着一个个精彩的老成故事 期望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野 他们寻找出的故事又有哪些是你不知道的松山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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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平常我很喜歡吃 然後我就說以它的那個 然後夜市它的一些美食為主題 然後來拍攝 以外面來的人他們就說 一定吃一些胡椒餅什麼東西 但是呢我們會比較去接受一些 我們的一些比較傳統一些的那個美食 譬如就是說這邊的那個芋頭麵線 還有就是說它的那個油飯 還有它的芋頭蒸 實際上也是蠻出名的 像那天我來拍那個美食的時候啊 實際上我是早上十點多鐘的時候來 那我就看到我們的鄰居啊 然後呢他們就在那邊 十點喔他們就在那邊吃油飯 跟那個芋頭麵線 我就說你怎麼那麼早來吃 而且這個不是都是光光 不是啊這個是我們從小吃到大的 我們這邊實際上除了美食以外 實際上我們的人情味也是蠻重的 你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呢 來到活力四射的台北小巨蛋 誰都能在這座冰上樂園 流出屬於自己的舞蹈 在台北偶戲館 感受悠久的文化底蘊 跟著展覽聆聽欣賞體驗 認識偶戲的多元樣貌 沿著河堤前往彩虹橋 牽著愛的人散著步 騎著腳踏車迎著風 大口呼吸屬於松山區獨有的寧靜與浪漫 太陽西下 伴隨晚霞 來到一旁的慈幼宮虔誠參拜 沉浸於神聖氛圍 最後來到熙熙攘攘的饒河夜市 品嘗大排長龍的胡椒餅 還有各式各樣的美食 滿足你的味蕾需求 時間不能說停就停 但我們可以說走就走 時間不能留下足跡 但我們可以鎖住永恆回憶 經過每條街道 每個角落 陽光灑在臉上 感受城市的脈動 這一刻彷彿被田徑包圍 怎能遺忘傳統文化的寶藏呢 在這神聖的空間 信眾們的願望隨著香火升騰 找到安慰和力量 還有多元的美食 每個攤位都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人來人往的夜市裡 為夜晚點綴了無盡的熱鬧和色彩 饒河夜市可以說是從小逛到大 所以之前疫情的時候 饒河街的夜市 真的人變得非常非常少 結果因為就是後來觀光客回來 所以人潮變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拍攝其實來好幾次 都要等人潮比較散去之後 才能開始拍 然後也遇到就是老闆也滿熱情的 會請我們吃東西啊 所以就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很深刻的體會到 松山人的人情味這樣 那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地方 是你特別有印象的 應該是飛機巷 因為從小就是有去飛機巷一兩次 然後後來長大之後就是 再也沒有去過 然後這是因為拍攝才去的 結果就是對於飛機還是有那種 親眼見到的震撼感 自己的距離 天空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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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松山 你會想到什麼 松山機場 小巨蛋 還是老河夜市 你或許還不知道這裡還有許多地方 值得我們去探索 走進中城新村 可不踏入了這個時間的長河 彭駁的牆壁 聖鏽的鐵窗 以及褪額色的宏大門 向我們述說著那段特殊的歷史 溪口 再看之下與松山號部相關的地名 其實是松山的舊稱 旁邊的彩虹橋 如同彩虹斑連接的兩岸 是跨過夜空的一條亮麗風景 古彩斑斑的水柱 隨著音樂起舞 想服侍松山人的行票脈動 吳先生這次拍攝的作品名字是走進松山 用安靜的靜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主要是這個靜的發音 我覺得有很多意思 例如剛才提到的走進 安靜的靜 然後有靠近的靜 然後還有前進的靜 所以我想說用這個走進松山這個主題 然後代表說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探索松山這個城市 我覺得像中城新村 就是我覺得蠻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因為會發現那邊是一個曾經一個眷村 然後現在可能因為都市改建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舊城市的樣貌 還有一些新城市的融合 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未來乍到還有點陌生 還好長著不同語言的我們 也能一起分享同個故事 放慢步調感受城市韌味 上去哪 隨心所欲 喜歡你的話語 來不及講出口 卻從眼睛偷跑出去 松山之美一見鍾情 來松山遇見幸福 我們在構思題目的時候 是在情人節附近 我就想說 大家對松山覺得很漂亮 或是說東西很好吃 這個我們看畫面就知道 但是如果要讓觀眾 真的愛上松山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就是 要有一點情感的羈絆 所以那時候就剛好又是情人節 我就想說 那不然就把松山跟情人節 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有了我們的主題 就是跟松山談場戀愛吧 我發覺今年的創作 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趨勢 就是擺脫以往過往的那些 類似像深入新聞報道的那樣的 即時性的口吻 現在已經變得有點文青的氣質 他們會使用一位或兩位的旅人 用旅人的角度 有點類似像公路電影的這樣的方式 帶觀眾一起走進松山 透過第一人稱的主要視角走了進來 他用一種非常沉浸式的感受 讓我們來理解松山這一塊地方 我覺得這樣的敘事方法 跟這樣的影像語言的確 產生了另外一種 具有質感性的味道 透過今天的節目 是不是讓你體會到更多 松山的魅力與活力呢 希望你也能用影像 傳遞心目中美好印象 讓我們看見更多精彩故事 我是主持人李盈盈 謝謝你的收看